两岸关系其实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11大陆国庆 习近平对台很直白的谈到了这个点 哪个点呢 我们直接来看 习近平的重磅谈话 每一年的11的谈话 都会透露出中国大陆 接下来未来他们的方针 9月28号的时候呢 这一天是什么 这一天其实是中秋节 见证74周年 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 当时候习近平就提到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的利益 要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 那同时呢 在《求是》杂志的刊文里面也点出了 其实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呢 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中国式现代化 它不只在中国推动 它也在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国家 继续来推动 包含了六点 顶层设计实践探索 战略与策略 效率与公平 还有呢 守正与创新 活力与秩序 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 中国现在呢 要更加的稳定 同时呢 它要走一个 对外开放的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从一带一路 从最近几年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大国外交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对很多国家 甚至周边呢 我们说美国的盟友国家 都不是采取一个关门的态度 但是现在的两岸 这个重磅谈话 其实里面有提到 希望推动两岸是和平发展的 近平哥你怎么看 习近平的谈话 反映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基调 其实很明确的就是定调 两岸的这个融合发展 不希望让民进党政府 带离就是这几年来的 就是仇中反中去中化的思维 所以习近平等于 就是他的谈话显示出 对岸大陆 他在跟民进党 在两岸关系的这场 拔河的这个比赛当中 他不会让民进党 予取予求 从这个教育到文化 到历史到政治 到政策举凡所有的这个做法 都是全面的把这个台湾带离 两岸的这个关系的框架当中 变成中国就是敌国 中国就是敌人 然后反中仇中去中 完完全能跟中国没有关系 这种氛围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 直接就执中要害 就是民进党最常骂的 九二共识跟一国两 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不是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跟一中原则 但是为什么会脱口而出讲这样 就是因为民进党习惯 把他打成 这就是一国两制 对不对 当习近平讲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 这都是包含在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个 两岸长期以来的蒙古地带 可是往往在绿营全市的就是 这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毋庸置疑一国两制 台湾就没有了主权 台湾就是要舔中贵中卖台 什么的就是这样 长久以来他们都一直打着这个 很明确很明确啊 每次都一直讲一样的剧本 现在就是要打台湾 只要有人配合对岸的基调 不管是从政治到国防到外交什么的 就是卖国贼卖台 每次就是打这个 上一届2020年 其实有一点类似的做法 有点接近芒果干的味道 芒果感 所以这次又来 那习近平在讲的 其实是跟中国大陆老调重谈 听久的台湾人民 他就是习近平谈的是一样的 谈的是民进党所不喜的 就是不喜爱 不喜欢的这样一个基调 也是他们在做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哦 你看特别他的这个 这一段话的 大概扣掉了斗点 大概第三句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这个部分 你看最近福建 不是提出了对台的一些政策 然后在福建那边 还有厦门跟金门 他的一个做法 金门不是有一堆人 三四千人跑去这个厦门 要去做一个这个 他的长久居留 台湾居留证的一个申请 越来越多 而这就是习近平跟中国大陆 他们看到了一个方向 虽然金门厦门很近 就像马祖跟福州一样 但是他想要由小放大 以管归天以离侧海 然后了解台湾的 是不是整个方向都是如此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正在做一个 我其实以后单方面对台湾的民众 对台澎金马的民众 我不再对你这个民进党政府了 因为你会颅梗在一起 从民间开始 对 这个就是民进党 你要做这样一个挑离 还有挑衅 这两个同时做法的时候 你要思考到 你还是不是一样 用以前的方式对付对案 他们已经在进化了 那民进党政府呢 没错 因为像习近平就说了 不能科州求见 守株待兔 而且战略一经承袭 就要长期坚持 现在呢 这柯文哲 其实有些时候 这些话很后面才会讲 但今年的选情不一样 他们只要一看破一些 对方的这个算盘 马上就会讲出来 所以今年大家说 蓝白 还看不出怎么合 现在起码不是蓝白合 是蓝白拖 有时候拖拖拉拉的拖 所以你会看到支持者 有一些部分的支持者 会有一些焦虑 那本身蓝白的各自的内部 那种想要说 继续让子弹再飞一会 或者是继续有些 不想合的再继续的 不断的去抗拒 就会形成支持者某种 有会分流到未表态 然后或者是在郭台铭 冲连署的情况下 会分到过一些 所以你会看 柯P的民调一直 就是上升的幅度有限 甚至有时候会下滑到一些 就是下滑一些 然后其他的民调都做得出来 那侯呢 他的民调也是 往上升的趋势发展 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拉大柯P 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 变成一种卷麻花 互有领先 一下子他超车 一下子他超车 两个就是差不多啦 不上不下 我就说两个就是不想上下 那侯友宜当然 他现在频频的往中南部跑 他延续他访美回来 他在访美这个的时候 那个桥界和各方面的反应都不错 虽然国内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大事 还有民进党不愿意去正视 这样一个他访美的 至少比原先预期的这个效果 反应来的好 那可是他回来之后 带着这些成果 然后再加上他之前访美 且抛出了一连串的这个政见 所以呢 我一直强调 如果侯友宜民调没有往上升的话 你说蓝白和 他会去考虑吗 他当然不断的去冲他自己 继续的让子弹飞啊 这也当然是 侯正言跟国民党的想法 就让他继续把民调往上抬 那柯文哲如果民调高 甚至比如说30% 30%上下接近这个赖金的话 他会去考虑做民调吗 当然也是因为急啊 或者是在柯文哲的民调 持续的往下滑 出现拐点之前 他先喊出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啦 高嘉瑜和其他有些人说 柯文哲想要把这个罪名推给 蓝白不合的罪名 推给国民党或怎么样 这些都是太权谋的算计跟说法 但是这些说法 我也不会去否认他们 像高嘉瑜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起码侯友宜 你看他现在全力的往中南部跑 去跑到李和顺前议长 李和顺以前当过这个 这个不分区的这个 不区域的律委 我以前就采访过他 那时候也跟这个大千委员 和郭正亮委员 都是在立法院同事 最有名的记不记得 有一个艺人秦阳 在他的竞选总部 从左边打到右边 然后跌倒一路这样滚过去 然后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自导自演 他去帮这个李和顺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这个一幕 那时候孙大千跟郭正亮 都还在立法院跟他当同事 那李和顺的确是在台南的一个本土派 他有别以履前教 他是另外一个本土派的势力 所以侯友宜去拜访他的确有 他的一个指标的作用 因为你要想想看 中南部 柯比也都往中南部跑 那侯友宜一站是到了这个 李和顺那边去 然后又成立这个 第一个联合竞选总部 跟这个国民党的陈以信 那宣誓的就是 我要在你赖清德的本命盘插旗 我不见得 而且台南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登格勒的疫情 黄卫泽处理不了 压不下来 这个跟几年前 跟这个赖清德那时候 两百多天没有进议会的 这个登格勒的疫情 高涨的时候 落合腐结 就是两万多个病例 一百多个这个病死的 因为登格勒的状况 所以会让人联想起那个画面 这个时候 侯友宜跑去那边插旗 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赖清德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好好的 很轻松的 就是躺着去 我要开始阻隔了 找下一任卫副部长 没有那么简单 再加上台中第一选区 刚刚大千尾有讲过 那边蔡壁如在地方上 虽然喊来百合 有一些本来支持她的支持者 我听说啦 有些民众党和白银内部 对蔡壁如是有点麻烦的 但是在那个地方 你就真的要 蓝银既然没推了 你们不管民众党 或者是支持白银 支持柯文哲的 怎么去批蔡壁如 你就是要支持她 要不然你难道看着那个 眼睛跟我一样小的蔡其商当选吗 然后你继续让她称 就是又让绿的躺着选了 所以一样的状况 她那个投射到全台湾的状况 蔡其商就像赖清德一样 所以当然支持这个蔡壁如 所以侯友宜跟卢秀燕 连妹到了那边 一起帮蔡壁如拉来 这是很正常不过 那你说蔡壁如到时候 会不会欢迎柯壁 她也曾经是柯 也不是说曾经 到现在也还是柯壁的爱将 柯也一定会帮她 那到时候蔡壁如 凝聚了在地方海线 蓝白的这个选票 就是一个指标意义 而在中台湾又有大家长 卢秀燕这边领军帮她 这个能够撑起来 这不是一个对于在野阵营 对抗这个 握有国家积极的民进党来说 一个很好的攻势武器吗 所以侯友宜当然要稳住中台湾 尤其中台湾就像是 美国大选的一个摇摆州 谁拿下中台湾多数的票数 不要说笃定全台湾得天下 而是能够左右 这个整个选情的一个摊头包 所以我相信侯友宜去了之后 柯P也一定会找时间去 那至于说蓝白最后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10月1号 中秋节最后廉价最后一天 到10月31号是一个关键期 如果没有把握这个黄金机遇的话 当那以上门跟窗口 逐渐关上的时候呢 不管他们唱什么歌 或者是彼此怎么样去 设计对方的想法 或者是怎么样谈事 的确啦 我刚刚一开始破口就说 柯文哲猜到了国民党的一些想法 国民党的确是有他主持盘 这就是柯文哲他本身的这个劣势 当他想要冲民众党的最高票 或政党票冲高 或是区域立委拉台的时候 他也会要想到 自己有没有那个影响力能够扩张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要怎么就跟国民党合作 还是把民众党就局限于在 上一届2020年那次选举 能够拉住8到10票 成立一个民众党立法院党团 然后民众党维持他的政党发展 不消失就这样就好了吗 还是说能够跟国民党 把在野阵营的这个力量做大 然后甚至总统不只是保国会 各自保住民众党 跟国民党立委之外 不要让民进党笑声说 国会最大党 然后国会过半 然后二分之一席制 又跟过去8年一样 然后除了国会之外 总统大选力保 能够把执政权拿回来 这才是两党高层 真的不要有私心的想法 至于那个韩国瑜 我觉得不要一直去消费他 人家现在在国外 都不知道能不能 什么时候回来 能不能在最近赶回来 虽然人家有使命感 想要做统估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 我觉得听说 我前两天也碰到韩国瑜的 以前的亲近的幕僚 还有那局处首长 造成韩国瑜 真的一定程度的困扰 是的 太阳星全校克废 一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